2022年6月29号下午收盘了 在尾盘看尤其是后半个小时出现了跳水 那么这个跳水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因为它跳水之前前面完全都在放量 而且还大盘在还不停地在出现这种抖动 这种叫什么呀 我给大家换个笔明白不 这种叫做片酬 那么在这看谁卖 人家把好东西又抢过去 但抢过去什么时候涨 这是第一大家记住这个关键词啊 因为今天我要讲三个重点 先记住这个关键词这个抖动 今天放了这么大的量 一万三千多亿是谁把筹码来拿走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今天讲这个位置呢 已经把看这顿抖动 已经把3377点给破掉了 同时尾盘的时候差点右摆最后那个位置 3358破掉 我们看 咱们给出的第一支撑位是3377点 这个位置用来干什么的呢 就相当于我们手里 假如假如我个人啊 手里这个呢利润不高 假如我这利润不高 当指数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我就得出来三分之一 卖出三分之一 卖出 但是有一些个手里的利润比较高 我就能看到3356 但是今天尾盘呢 也触及到3356这个附近 那这个呢 大概率的咱们就得需要往下减一减仓 所以今天我的操作 上午的时候呢 我减掉两个东西 我下午没踢没加回来 没加 一个是房地产减掉了一半 再一个是水利建设减了一半 那么下午的时候呢 我又做了一项操作 当把这个3357到3356 尤其是3356附近 我把家电ETF减掉了三分之一 我现在剩的总仓位 60.3% 你看我已经从92%93 一下子减到了60.3% 什么理由 就是破了咱们第一支撑位 我就减掉三分之一仓 这是不是没毛病 能做到知心合一吧 听古邦课时间长的人 还有了解古邦的都知道 咱们说到做到 因为在古事里头 最难办的不是说 谁会什么好方法 或者是谁能不能够就是做到 哎呀我做的怎么怎么样 最难的就是做到知心合一 执行力 90%的人做不到有这个执行力 所以呢 他们都是非专业 要想达到专业后 怎么达到 说我是专业的 我是在做 我在做市场 怎么样 那你就得知心合一 分享大家一个窍门啊 如果谁能做到知心合一 没疑问 你就能超过90%的散户 你就是那个割酒菜的 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个问题来了 第一支撑位破了 朋友们问 说现在是不是我们得防守到第二支撑位了 没错 第一支撑位到第二支撑位 第二支撑位的位置是3288点 那么3288点 我得怎么做 如果真的破了有效击破3288 我再摆剩下的仓位 我现在你看 减掉三分之一了吗 我再减掉三分之一 记住没 这个咱们就放到这啊 3288 如果3288之下还有一个3202 这个是一个黄金分格位 当股价要是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就摆剩下的三分之一 大家说卖掉吗 不对 我把前面卖掉的两个三分之一吗 就三分之二 再都买回来 就打到这个黄金分格位附近 一定要听懂 买回来等着他快速反弹 如果不快速反弹 那么就要清仓 我就会清仓 等待下一波再次起涨的机会 我再参与 因为这么多年 就是咱们形成了这个 就是自己的方法嘛 好了 就说到这儿 那么这里面强调的重点 今天的第二个重点来了 3177这个下车 下车三分之一吗 或者是3356下车 三分之一 我现在剩60.3%的仓位 那么从这儿到这儿 这个区间我们就等吗 这个区间我们不能等 这个区间是可以赚钱的 而且这个区间好赚钱 为什么 震荡 因为震荡加剧 那么震荡加剧 我们买什么 很关键 记住们 这个就是专业和非专业 就大家都在考虑的事 记得古邦讲过 在从这儿 要是往下 就是属于下跌 是不是 那么下跌突踪 我们在干嘛 我们就要做差价 就要做T加零 记得不 咱们放小一点 以去年的12月13号 开始一顿下跌 记得我跟大家复述的吧 原话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一直听着我下来的 我仓位虽然不动 但是我其他的部分呢 我经常每天都在做T加零 这个就是滚动操作嘛 做T加零的目的 就是别人一下跌 就是一路都在亏 而我下来的呢 一路咱们谈不上赚钱 就是比别人少亏呀 记得大家 大家记得我说这话吧 就是下跌的时候 我在做滚动操作 也就是不停的做T加零 为的就是降低持长成百 那么下跌 我比别人少亏钱 上涨呢 咱们不敢保证 比别人多赚钱 但是横盘 咱们一定能比别人保证 就是咱们汉比 他能做的多 为什么 我们还在做T加零啊 那么这一来一回 假如说上涨和这个下跌 你看下跌我们比别人少亏 上涨呢 咱们给他去掉 横盘呢 我们比别人在多正点 是不是久而久而久之 你就是那股市的赢家 对 那么现在这个机会就来了 现在从3000这个位置 今天3400跌回来 假如要是奔3288这去 或者是说要是奔3202这个去啊 咱就说奔地来了 这个期间呢 咱们不能待着 要滚动操作 而且平凡地做T加零的 这个是关键啊 关键的我们得选一些什么样的标的 这个是关键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今天 首先是汽车倒了 咱们不说汽车 别列举它了 说那里面也有一部分没倒啊 对呀 所以咱们还得观察一天 为什么观察一天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摆竹之虫死而不僵啊 就是一百条腿的虫子死了 分段 那么它还不会僵硬呢 还得折腾一阵子 闹不好 还伤人 但这个汽车 你看 这这么大个板块 现在盈盈有掌停板的 还有点设板的 那明天能不能他们又死灰复燃 或者是说又回过来了 缓过来了呢 这个事咱真不确定 所以明天需要观察一天 观察这个一天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给今天接力的 大家知道 今天什么东西接力了 房地产 没错 你像旺科呀 保利呀 金利呀 就等等这些大家伙 山神房 都出在上涨 而且一大票在涨停 而且今天伴随着这么大的放量 在中午咱们讲的时候 说放量滞涨 我们一定要当心 这本上都写着呢 放量滞涨 我们一定要当心 因为放量滞涨 那么就要下跌 涨不上去就得下跌 可是今天咱们还强调了 房地产这个品种呢 特别的是一个吸金王 就是得有大量资金推动 今天的资金确实推动了 而且北上资金也进去了 那么明天能不能再推他 或者说能不能有人再有兴趣去买房地产 大白话就是房地产会不会出现一日游 或者他不一日游 就是他上涨 有没有这样的赚钱效应 你假如说今天上涨的明天不涨了 那么就没有赚钱效应 对吧 假如明天刚好上涨 你追了后天不涨 这不就相当于左右咱们二光吗 所以这个位置 我们明天一等汽车板块是不是死透了 如果明天汽车板块再杀跌 就是死透了 第二房地产 现在我手里头有关于建筑的两个品种呢 一个是房地产ETF 一个是水利建设 对吧 那么明天如果这种东西继续上涨 那么就是证明房地产是接过汽车的霸 接过革命的枪 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 我们就得跟着这个主线 什么房地产呢 物业管理呀 包括什么建筑啊 什么就所有的跟他 阿猫阿狗都会跟着他上 因为这个时候 假如蛋盘要是跌下来的话 真的往下跌 那这个时候呢 哪个板块能上涨 那个资金就往哪追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逻辑叫弱势出强国 强者横强 所以说我要在干的时候呢 假如做价差 做差价 我也要去做这些东西 好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 今天说说第三个问题 这个位置 从3377 就是这个位置 假如下来到这 这个空间呢 不小 当将近 就是从今天看 也有不小 是不是啊 七八十个点 那么这个期间呢 一定不能待着 我赘述一下 实际跟刚才的逻辑是一个 那么在赘述的时候 我们可要知道 就自己手里的个股 这个今天的第三个重点 就是在下跌途中 有的人手里的东西呢 假如在日线级别 这不是已经 咱们日线级别呢 现在就看大盘 大盘现在给出了第一支成位 那么手里的东西呢 该减就得减了 可是如果往这儿跌的时候 往往是个股 跌得非常快 这个时候 我们到第二支成位 这个期间要看什么 分享给大家一个啊 这个原本都是学员课 今天呢 因为大盘又出现不妙的情况 希望大家 少亏钱或者被套 我把学员课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在下跌途中要看板块 看板块什么 假如我们手里的东西呢 有人是汽车 那么今天汽车都跌了 那可是我们得知道 自己手里个股怎么样的处理啊 怎么处理呢 假如我有的话 我就看看板块指数 以汽车为例 咱们今天打到汽车啊 来 咱们现场说 咱们不搞马后克 咱们就是什么东西都先说 先说这个 看今天是不是他跌漏了 没错 把钱面的这都已经 一阳吞三阳 这叫一阳吞三阳 这叫一阳改三观吗 也是跟一阳改三观 是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怎么样的进行 说是他 大家都指的他反弹 我再出 可是能不能反弹 可不一定啊 没准这个东西就出列去了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看什么 板块看周线 朋友们 周线这个位置 打到一个周线 周线是什么呀 记住啊 这给画了个线呢 周线最低的 这不有一个 这什么 就是上一周 之前这一周 看看 之前这一周 这不像一线吗 能看好不 我就不多说了 借助个画笔啊 来 借助个画笔 就这个位置 咱们 看啊 这个位置 就在这 没错 记住啊 个股怎么弄 个股看自己 板块周线的最低点 前一周的最低点 如果不破呢 还好吧 破了赶紧跑 好了 这个呢 像这些好的策略 都是学员课的东西呢 咱们就分享一下 让大家呢 知道 为什么 我们不能被套 你不被套 咱们不是挂在嘴上的 这得分享给大家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说回来 今天 梳理一下这三点 第一个 到底说 如何不被套 日线图 第一个 这个检仓位置 看指数 那么个股 周线图 看板块 个股啊 个股一定看自己 那个周线图的板块 它什么样 它露没露 它露了 对不起 咱们就得下车 这个是不是说的 很到位 我们讲的就是 破了这之后 从这到三 二 八八之间的操作 这是细节 好 那我们再说说 今天呢 盘面上的热点啊 盘面今天 一共在24度 那么今天 总共上涨的 一共是760家 有3800多只 在下跌 富潮之下 烟有完卵 真就有啊 那房地产不都去了吗 所以 房地产这种东西 是吸金王啊 他把资金都吸到那儿去了 今天成交量 一万三千一百多亿 是不是非常大 按道理 一万三千一百多亿 应该把大盘都推上去 但是都被房地产的家伙给吸去了 所以这种红吸效应 明天能不能产生 一旦明天产生了红吸效应 假如房地产再不起 你说那就麻子不叫麻子 那就坑人了 你说那样的话 是不是这个位置就会 直接就 大盘就下来了 所以在这 我们一定要注意几方面 你像今天 百上资金 净流出才16个亿 那么他们又进来抢什么来了 这一路下跌 实际他成交量放了 他们在抢房地产 房地产他们之前 配给的不够 那么再说 大盘权重指标股 的确有红的 而且还有在这呢 就是跌的很多的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 汽车板块 无疑是个重灾区 记住不要碰 有人说跌了那么多 我就干它 因为想抢反弹嘛 哪有那么多好反弹好抢啊 同志哥 所以在这呢 咱们在一周啊 都已经 就是上周我们做策略会 还有之前 我们都已经说了 这个汽车别碰 因为这种 他们下来会很快 反应不过来的 舍不得呀 那谁能舍得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就割肉了 上午还涨得还不错呢 是不是 好 那么在这我们再看 今天是成交量放出 这些钱都堆到了房地产 所以现在呢 证明大盘下跌 不是由于这个位置 就是技术性 不单单是技术性回调 而且是基资金在争嘴 结论就是这么简单 股邦今天已经 按照自己的交易规则 减仓了 现在我再把仓位报一下啊 我现在有半导体 14%点多 家电 刚刚不减掉三分之一吗 现在是剩大概是 百分之九 就这个附近吧 然后减掉了 百分之九吗 百分之八 剩百分之八啊 这个是家电ETF 新冠 这个呢 是百分之十一 房地产 剩百分之五 这个是T加零的 明天还得搞回去 我现在不是T加零的ETF 是ETF吗 明天再晚会搞 可能就会搞个股了 因为个股 在这种 假如真的要是房地产牛的话 个股比ETF涨得快 然后我还上这个水利建设 是百分之五左右 银行ETF 百分之六点三 你看看银行ETF 今天是还是少能上涨的 它上涨 为什么 房地产和银行差不多 它们都是一个稳定器 它们就是抗通胀 然后还有中俄贸易 百分之六 然后医药ETF 百分之五点六 现在的总仓位 是百分之六十点三 大概是这个位置啊 那么我已经从百分之九十多 减到这了 这不这几天都在分别在减吗 前天周五 还有 不是 周一周二周三 都在分别的减呢 就是这样 那么剩下的呢 我要进行这一个波段操作了 就是从现在 往这个第二支撑位 这个期间 要做的就是滚动 做差价 别人这个时候呢 就套着深深的丑等反弹 咱们不能这么做 咱们必须得要滚动 就是因为别人不敢操作的时候 朋友们 咱们才敢操作 你才能做到说下跌的时候 我们比别人亏的少 真的下跌你就比别人亏的少 如果跌的慢 你还反而还赚钱 就是这个道理嘛 仓位轻 然后你再这个赚一点钱 是不是就相当于不亏钱 甚至还能赚钱呢 就像今天我账户还红着呢 大家你自己看看 我刚刚报的这些东西 一对比是不是应该红着呢 一个道理 那就是我们在下跌途中 要一定要知道滚动做差价 不能闲着 好 这都是学员课啊 都分享给大家了 那么明天早播报 咱们播什么内容 强调一下 第一 我这些个 明天咱们还有一个上车位 那么我们怎么上车 就现在这个位置 万一反弹了 有人反弹就说 既然反弹了 我就上就完了呗 那万一上错呢 所以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个上车位 这是小技巧啊 咱们再给计算 但是这种计算 上车位的计算的盈率 就是胜算不高 以它的胜算呢 就55开 即便是55开 我愿意做 因为我买入之后 不行 我就相当于做T加零了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就变成仓位跟上去了 所以这个位置 你哪能说就是 就非得跌到这儿 才上涨呢 人家没准 就碰这条红线 就上去了呢 对不对 所以我给大家透露一下 这个红线附近 就是一个上车点呢 那么这个红线附近 大家也可以自己看 但每个人的趋势线不一样 所以这个呢 明天早上 早播报 我会公布上车点 同时今天到尾盘以后 咱们国家会出现 很多政策上的事 消息 还有国外的外盘也有消息 包括他们那正在开会等等 这些东西呢 我梳理好 明天以早播报的形式 跟大家说 好 我是古邦 喜欢的加观众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